歲末時刻慈濟淡水共修處舉辦感恩活動 謝謝每一位環保志工一年來的辛勞 在古針優雅的伴奏下 淡水區兩百位環保志工 難得不做回收 而是齊聚一堂共享午餐 因為我們要感恩 我們所有淡水區的環保菩薩 然後也用一個很溫馨的一個微露的方式 然後也讓各在來表演 表演 然後讓他們自己去創意 然後帶出 帶出很多很活潑的一些表演節目 然後讓大家感受到一個大家庭的一個氛圍 的確 踏進慈濟環保站 就像走進一個大家庭 不少人在退休後 把全副精神投入資源回收 一做就是十多年 我在環保座 我奪到三保 心情好 身體好 還有 友情好 讓我離不開 好溫馨 所以我一做就是十幾年 就是人家陰情活力 一做就十多年了 心情都很好 身體都很健康 這樣就很高興 親近大地的歡喜 環保志工各個心領神會 這份信念更透過志工李珍儀的這番分享 讓大家的環保之路走得更堅定 一頓溫馨午餐 新的一年大家還是同樣 熱熱鬧鬧聚在一起 核心協力做回收 大家新聞 知善美志工 黃愛慧 張思思 台北報導 im止 紅色